全球暖化效应 不仅带来气候的剧烈变迁 也为人类未来的粮食问题 埋下了不可忽视的危机 联合国专家们呼吁 人人应该少吃肉 少开车 简朴过生活 其实正提醒着我们 大地的资源是有限的 粮食 能源 不再是取之不尽 用之不解 人类无止境的欲望 都将为地球带来难以估计的浩劫 当人们肆无忌惮 吃着牛盘料理的背后 光是生产一公斤牛肉 就要消耗八公斤的古墓 过程中还会排放出36.4公斤的二氧化碳 此外牛之所排放的另外一种温室气体 甲烷 它的作用甚至是二氧化碳的20倍 更不要说全球过度发展畜牧业 所砍发的森林和污染 危机可能是噩耗的前奏 但也有可能是未来的转机 人类的未来还是掌握在自己的手上 2007年12月 英国经济学人杂志报道 粮价稳定的年代已经结束了 粮食会越来越贵 到2015年 全球粮食库存将耗尽 而美国农务部也分析 到了2008年的夏季 全球粮食存互率将只剩下14.6% 是1960年有统计以来的最低值 粮食危机一触即发 2007年12月 美国部系政府签署了 能源独立及安全法案 宣告提高升值能源的产量 同时也是宣告了小麦 玉米 价格将持续飙涨 对于全球粮食危机来说 无疑是雪上加霜 现在粮价会上升 很大一部分的原因是因为 他们拿玉米去做这些 所谓生殖酒精 那这些玉米 它本来应该给人 给动物当成饲料来吃的 这些玉米 结果被拿去做酒精 这样子的话 就会导致我们人 或者是动物的饲料 或者人的粮食要吃的时候 你就必须要花更高的价钱 才去买得到 那这样子来讲的话 这个是造成现在这种所谓 看到粮价快速的上升的 这个主要的原因 看看物价的变动 一袋22公斤的面粉 去年售价350元 今年已经涨到640元 一桶18公升的沙拉油 从400元涨到900元 面粉做的水饺皮 一箱十台斤 从200元涨到250元 不接触公布2月份 涨价最明显的食物 沙拉油 鸡蛋 奶粉 鲜奶都在其中 面包店老板说 过去一桶20公斤的沙拉油 顶多400元 现在涨到900元 面粉20公斤300元 现在650 物料至少涨一倍 有的面包店半条吐司 还悄悄涨了10块钱 你像我们从去年的元月 就是96年元月 我们进口的小麦 到按价格 限制价格 平均大概是270块一吨 就是这个是每公吨美元的单价 到目前我们今年的2月份 就现在 在使用的小麦价格是486块 你看它的涨幅已经大概8成以上 接下来4月份的到5月份的价格 它的我们的进口的平均价格 是高达620几块 所以你看这个涨幅是已经一倍以上 大概一年半 大概两年前 一桶沙拉油大概300块上下 现在已经到980块 大概有三倍的涨幅 那面粉在那个 我在讲说一年半大概两年 那个时候大概也是在300出头 现在也应该是到700块左右 涨价最明显的是我们的面粉 再来就是油 那最近又淡 但本来是20几块现在到30几 几乎是50% 本来是4成的材料汇用就对 现在应该汇到6成半到7成 那是很惊人 那大概一辈子没有这样分过 近年来中国和印度等新兴工业国家 经济发展迅速 对粮食的需求量因而大增 加上许多耕地被用来改种 生殖燃料的原料 例如甘蔗 粮食作物的生产受到排挤 尤其是气候变迁 对粮食生产造成不利影响 因此持续数十年 国际粮食价格稳定的趋势 已经被打破 预估到2020年 全球粮食生产量将减少16% 粮食的总生产减少 需求却持续增加 再加上先进国家 对国内农业的补贴 将连带使得国际粮食价格高涨 对非洲等贫穷国家来说 更不容易取得便宜粮食 也威胁到当地民众的营养摄取 营养不良的情况也将更加严重 全球气候这种软化以后 他们有很多科学家在做一些 用模式在做一些预测 他们预测是说 全球未来这种灾变性的天气 比如说大规模的旱灾 或是大规模的这种水灾 这种东西发生的情况会增加 几率会增加 所以假如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库存量再降低的话 那这个就有发生这种 粮食危机的这种机会 全球粮价节节高升 小麦玉米等古物 摇升变成了国际市场的 强首货 而台湾的粮食自给率 却是逐年下降 现在与20年前相比较 已经减少了25% 台湾现在这个粮食的自给率 大概只有30% 这个主要的原因就是 虽然我们水稻好像看起来很多 有很多的水稻的面积这样子 但是这个稻米占我们台湾国民 这个主食大概只有一半而已 剩下一半是要靠这个进口 这样子 那个主要是面粉这一类的 那除了这个我们人吃的主食以外 很多的那些饲料 就是动物的饲料 也要靠进口 放眼望去 一片遥阔的农田 不过仔细一看 每一株央苗都冻伤枯萎了 这位78岁的老农民 看着十多天前 辛苦栽种的心血全变了样 心里好心疼 西州乡2000公顷的水稻田 农会人员估计 至少有三成的面积遭到损害 2008年年初 在连续几波寒流侵袭之下 台湾水稻的生长受到冻伤 也让我们警觉到 气候 农作物与人的共生关系 正面临着全球性的严重考验 春末夏初 现在许多人不禁要担心 经历过寒害冲击的台湾农业 在未来能否抵挡夏日高温的袭击呢 在台湾大学 卢古生教授进行着一项实验 在可调控温湿度的人工气候室里 模拟未来的气候 对台湾稻米的影响 那这一间的温度主要是30 35度 就是夜间温度是30度 白天的温度是35度 那主要其实影响到水稻发育的 可能我们所谓的夜温比日温来的更为重要 那我们这个目的就是说先预想高温对于水稻影响最大的两个时期 一个就是开花的时期 那如果开花受到这个高温的影响的话 它里面会造成空影 它的受粉会失败 那即使受粉如果成功了 那在高温的情形下后面这一段鼓励充实期 对高温也是相当敏感的 那在高温的情形下 它这个鼓励的充实不良 那里面就会有心腹白的现象 可是比较值得注意的是 即使是这个适应比较好的品种 它也有三分之一的 大概三分之一的这个税是空的 那就暗示着说如果台湾将来 我们将来的温度如果到达30 35度这样的高温的时候 我们田间的水稻大概产量的损失也大概会在三分之一左右 一个水稻的浴程呢 要8到10年的这个功夫 那现在我们看到呢 它这个环境呢 它可能还有一些适应性 但是呢 有很多极端的环境呢 即使是这样的野生道 都没有办法生存 那这给我们一个警讯呢 我们对这个未来的育种呢 在气候极端的变迁情况下 还是有它的极限 根据联合国世界粮农组织的报告 全球粮食分配不均 导致目前全球仍有8.5亿的人 长期处于饥饿边缘 但却有超过10亿人 因为营养过剩而过度肥胖 一旦未来极端气候 所带来的天灾增加 粮食生产短缺 许多中低经济力的国家和人民 又将如何面对呢 看着孩子们无助的眼神 枯瘦的双手 我们又怎么能够不动于衷 环境变迁是一个无可避免的趋势的情形下呢 粮食生产呢 是越来越显得这个珍贵 我们更需要去珍惜呢 粮食生产的这个补益 那平常呢 在粮食的这个消费上面呢 不需要有过多的这个浪费 那我们必须了解这些粮食的生产 都是跟环境下很谦卑的很辛苦的能够获得的 所以我们对粮食呢 需要有一个更敬畏 更尊重的这个心情 最后还是要呼吁我们的消费者 应该要惜福了 过去因为我们的生活 大家就是说生活的品质已经很高了 那对包括食的这些品质的要求 会也太高了 就变成大家有一点浪费的行为产生 那我们都知道这个水稻在刚发育的时候 那个种子在发育的时候 它都是成乳状的 我们叫做道乳汁 那这个传说里面就说到呢 那观世音菩萨呢 为了照顾这些百姓呢 用他自己的身体呢 来产生这个乳汁 就是借着这个水稻呢 来供应我们的百姓 那我们也知道呢 在水稻里面有一些所谓的红米啊 这些有色的这些品种 那那个是呢 我这个观世音菩萨呢 他照顾我们这个人类啊 照顾到一个地步啊 甚至流出自己的血啊 摻在这个乳汁里面呢 来供养他的这个 供应他的这个百姓啊 像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下 我们一方面是感动啊 那一方面也是要非常珍惜啊 这个上天给我们的这一份的 这一个 这个 珍宝啊 一周一半 当思得来不易 大地如母亲般 寒于生灵 供养万物 而人类却在工业革命后 短短的两百年间 让贪婪 消费 欲望横流 破坏大地 大地的母亲 受伤了 描小如你我的人类 又将如何永续生存呢 让我们虔诚一念 将今天爱地的感恩心 化作行动守护大地 也守护我们的未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今如今 大使妖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